各位你們好,我是阿蘇,Johnny蘇 今天收到通知要去拿掛號信 順便出去外面逛逛 去之前,先去茶餐廳吃點東西 終於吃飽東西 現在開始坐車出發了 下車了,又是走路做運動的時間 這個油局雖然不是很遠 但是如果走路過來的話 就會有點遠了 所以都是坐巴士 然後再走過去 這條街的人都不算很多 比較正常 現在大家看到對面紅色的一座 就是叫做紅街市 過了這一條下路 就很快到油局了 終於到了油局了 布滿的油局是紅色的 不知道你們那邊的油局是甚麼顏色的呢 可能因為現在是上班時間 油局裏面沒有甚麼人 謝謝你 拿個口水 等了這麼久終於拿到了 好,謝謝你 謝謝 我走的途中要經過這條天橋 你們看這條天橋是不是比較特別呢 四邊都通的 走到這個位置 又見到有架消防車停在這裏 這一陣子經常見到消防車 不知道是不是跟它有緣呢 還是因為澳門很多地方都出問題 本來以為就這樣就完了 我再走前一點 大家看看這裏 又有一架消防車在這裏 是不是真是很有緣呢 希望不要是大件事 讓我看清楚一點 原來不止一架 前面還有一架停在這裏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開開心心 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對你有啟發的話 記得給我點贊 關注 和評論 我會用不同的角度帶你去看這個世界 待會兒